欢迎回到天然话题 加大阪凤华资讯的现场 我是吴景 那么在上半场呢 我们是为您请来了 温哥华周文地产的负责人周文 那么还有呢 合伙人陈继伟先生 两位给我们分析了一下 这个在大陆华地区买房子要注意 我想周文可能继续 你上半场讲的话题 就是你有分析到 这个温锡的这个房屋市场 继续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吗 那么有些买家 他们以前觉得温锡太贵了 不敢想 现在呢 就是说在这个下调趋势下 他们已经开始在里面去找 去谈 拿到一些好的offer 尽量去 我们也会尽力去为他 去谋到一些好的deal 那么如果说是温锡这边 你还是觉得无法负担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 就像省政府已经宣布说 要投资40多亿 去改善交通状况 包括联邦政府 对对 包括联邦政府 然后树林那边呢 它也不是也有些轻轨的计划 对 沿着Fraser Highway 起码是有一条 那么Fraser Highway 会通到一个叫Clayton的地区 它在Lennie和Surie之间 是一个新的小区 然后你看看它的房价 那么它就是跟温锡 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那么它的租金屋 是一路上扬 我的天 这个是绝对是一军突起 这在现场的那个大温地区市场上 那我们之前还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房子 我就帮客户去抢 那就是它一共有9个offer 9个offer来 就最后接了一个无条件offer 这是3月27号卖掉的 很近的一个数据 那这而且这个还是在 卑诗省府公布了 这一系列我们认为是比较打击 这个打压房地产市场的 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的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政策 真的是在哪个方向去发展这个基建 这个房地产就往哪个方向走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两位 就是有关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的 讲这个贷款方面 这个压力测试的问题 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可以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压力测试呢 听起来是个比较 大家经常听 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在2017年 加拿大的金融监管机构 OSFI提出来要宣布要做这个压力测试 它具体是怎么做呢 就是对于新的贷款申请者 比方说购房者他要贷款 那么这种申请者 以及已经有购房 有贷款在手上这些人 他想换银行 适应于这些贷款者和客户 那么在审批他们的时候 会以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 目前来讲是4.89 在这个技术上或者是你现行贷款的 利率技术上加上两个百分点 那么通过这个来审核你的贷款资质 那么这么一做会对申请者和 那个房地产房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这里有个表格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这里这里讲的就是说 如果家庭年收入是在60万 10万15万到20万不同的 6万 6万对不同的区间的时候 那么在因为这个新的压力测试 是2018年1月1号才开始实施 那么2018年1月1号之前 和2018年1月1号之后 贷款能力我们大概做了一下核算 大约就是整个购买能力要下降20% 说具体点就是说 如果在2018年1月1日之前的标准的话 你可以带到100万 可以买100多万的房子 那么现在的话按照同样的标准 你只可以带到80万 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实际上也是央行 他希望通过这种来抑制 一直在讲的可能出现泡沫 还有我们讨论了很多的 这个可负担性的问题 那其实我还想说再请教一下 就是说刚才我们几位 有跟大家分析到说 这个政策对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的走势怎么看 像包括被施省府颁布的这些 包括像是投机税 校区税这些 那么对未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有哪些建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看看您哪 是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 其实我也可以就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市场上的很多传闻很多 那么在五大行 我们每一个银行的首席 经济分析师也多次的谈到这些问题 那么总的来讲 他们就分成两派观点 一派认为是会造成房地产下滑 特别是表现在房价方面 另外一派的就觉得它不会下滑 还会更加健康稳步的增长 那么我就讲讲我们自己的实际案例的一些体会吧 那我的感觉是这些影响综合起来 它是对市场是有影响的 但是区域性非常的明显 就像刚才周杰介绍的 那么温西跟那个Burnaby跟Cockitlam 这些我们叫Fraser River 以西的这些中心城市 以及Fraser River以东的 比方说Surie Nanny这些地方 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其实我也补充一下 刚才周杰介绍的 在Fraser River以西的这些核心城市 房价总体来讲在下降的形式下 那么Fraser River以东的 以Surie 南里和Maple Ridge 丰树林为主的这些城市 其实都在历史上扬 各种类型的房子都是这样子的 包括apartment 年牌以及独立物 所以说 反过来 回答刚才Nisa提出的问题 那我们的购房者 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的感觉就是说 什么时候买是一个实际问题 这个你要考虑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学会把眼光放远一点 这个市场很大 我们要宏观的来看 那么如果你的眼光放的地方错了 实际对了 但是你也没办法买到房子 那么我说一个 我最近的一个客人的 一个实际情况 他们一直在Burnaby 那么本来以前考虑是在 温东或者Burnaby来 购置新家在这里安居 但是因为1月1号之后的 这种压力测试 贷款新证 他们一直在过去6个月 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他们就在找了 一直就没有找到 合适自己预算的房子 那么见到我们之后 我给他把他的整个预算做了评估 那么我给他做了一些介绍 那么根据他的预算 我说你可以沿着我们即将开展的 B-6省的基础建设的一些交通 沿线的区域去找 那么我很快找到了符合他预算的区域 他学序也很好 未来如果轻轨等等 发展起来之后 都会是很好的区域 所以前不久 他们刚刚买到新家 他一家人都很开心 周恩还有什么补充的在这个建议 其实在这个里面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这个压力测试面前 然后现在公寓和连排非常火 在Bernaby 我们有个客户 他卖的一个独立屋 在Ermin Street那边 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个地区 178万 然后上面三个房间 下面三个房间 单独出租的 然后他旁边的Polaris 也是刚刚开盘 一个公寓就是要 差不多90万 那两个加起来180万 那很多人就去买公寓 就不买这个独立屋 我说为什么呢 我就问我的一个买家 他说你那个账上得很清楚 对 独立屋是带地 然后又有两个出租单位 多好啊 但是呢 压力测试让我带不到款 对 他就只好去买公寓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是一个到的情况 就是说公寓和连排非常走敲 对 反而非常高价的房价 这个市场就比较缓慢 交易的交易量 另外两位还提到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我想很多人也想关心的 无论是从投资者的角度 或者说很多民众说 我现在买不起房子 我要租房子 那从现在这个政策 很多人就比方说 像温哥华 我们就讲到 一直在讲这个控制税的问题 你买了房子你不去住 很多人又租不到房子 那从两位的经验 就是在这个租房的市场上 有什么跟我们大家分享 OK 租房其实跟这个买方是一样的 它区域性非常明显 在不同的区域 根据生活的便利程度 和那个需求的市场来看 它租金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租房其实我觉得 它不一定是跟购房 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有相通之处 就是说还是要看 从你自身的需求出发 比方说你租房是 什么年龄阶段的 是个人的还是家庭的 是需要工作为主 还是以家庭小孩成长为主 那么你要看 适合自己的租金价位 以及你生活的社区来看 这样子去进行一些选择 我觉得市场还是 怎么讲 目前总的来讲 整个租赁市场 还是蓬勃发展的 那么根据自己的 可负担能力 从温哥华一溪到 顺着一号公路一直往东 包括到Maple Ridge 包括到Lanny 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 居住的地方 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那么在有些要做工作的 就是上班的 那些经常要通勤的 那些人现在在Maple Ridge 和在Lanny这些地方 市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程 就是Park and Drive 就是方便这些 要需要通勤 而且其实关键还是跟公共设施 很大的关系 那好 那最后20秒给咒文 给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说你有哪些建议 跟观众朋友分享 就是谈到刚才的租房 中国人还是习惯去买 那么如果你们要想 任何时候都是买 如果刚需的话 任何时候买都是对的 买在哪里呢 可以不妨听听我们的专业意见 可以找我们议谈一下 好 今天非常感谢 两位上我们的节目 非常棒的一个分享 其实也希望以后有机会 可以继续地来跟两位 做一个探讨 其实也是建有两位刚才的话了 不管你是买也好 还是租也好 还是要量力而行 另外也要随时关注一下 这个新闻 看一下有什么最新的政策 也非常感谢两位上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吴锦 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周见 谢谢吴锦 谢谢大家 再见